直到看到沈腾玛丽一同登顶中国票房最佳男主演 才明白他们共同走过的19年有多难 2005年刚从中戏毕业的玛丽 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演员 长相并不出众的她只能依靠演话剧 领着微博的工资生活 而当时的沈腾已经是开心麻花的签约演员 前途不可限量 但命运冥冥之中的牵引 让两人在平凡的一天相遇 沈腾突发气想去看小剧场 恰好赶上玛丽正在台上表演 在所有人眼里平平无奇的玛丽 却在沈腾的眼中闪闪发光 她有预感 这个女生一定能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 不可多得的一个 怨人 怨人 果然没过多久 玛丽就收到了开心麻花的邀约 这对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玛丽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那时候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两个人走过 可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直到2010年 两人才迎来第一次合作的机会 沈腾和玛丽一同出演了话剧《无盟山伯爵》 这次的合作也让玛丽意识到沈腾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吊铃铛 她在表演时的状态完全能将她带入其中 她的能力 她的所有的想法 都完全是 真的是可以驾驭我的 两人一拍集合组成黄金搭档 接连合作了许多的话剧小品 沈腾还带着玛丽登上了许多的电视节目 直到2012年 沈腾和艾伦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好见一角让观众记住了她的领 2013年玛丽加入春晚团队 和沈腾搭档小品今天的幸福2 借着春晚的东风 两个参加采访合体感通告的机会越来越多 2014年两人再次春晚合体 为大家带来经典小品福不福 他们在舞台上质地有声的轮番抖包袱 可在表演结束后 玛丽却控制不住的哭了 沈腾温柔帮她失去眼角的内 他们终于成功了 经过前期的重重铺垫 早已为他们积累了一众的路人员和热度 2015年是他们事业上最浓墨重彩的一年 沈腾带着玛丽登上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 成功为她拿下冠军这一局 当她扛着木棍牵着玛丽的手 意气风发地走到台前 好像打了圣仗归来的将军 在采访时 沈腾毫不掩饰对玛丽的夸奖 其实玛丽是我的 是我的第一章子 同年开心麻花进军电影界 推出小成本电影夏洛特烦恼 没想到以黑马之资 夺得了14.45亿的票房 夏洛和马东梅成就了神马组合 也成就了开心麻花 最终沈腾和马丽双双 掌获年度最佳喜剧演员 上台领奖时 沈腾毫不避讳地指着台下 亮着的为数不多的CP灯牌 调坎粉丝 我跟马丽我们俩的粉丝 加起来就那么几块牌子 好在你们还亮了 谢谢 其他人对CP粉避之不及 沈腾却还要带头科 这谁能不上头 但好景不长 2015年 也正是沈腾和马丽关系 从亲历无间到处处避险 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 在欢乐喜剧人的总决赛上 神马组合的参赛作品名叫《末日之恋》 根据剧情需要 他们需要有一场吻戏 而在表演结束后 节目组将沈腾的女友王琪请到台上 好事的主持人询问二人相恋12年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此时台下的观众和马丽为了缓解尴尬 起哄让两人轻一躲 可王琪却瞬间黑了脸 拒绝了这个请求 她刚刚才吻了马丽 她的一句话 不仅将自己定到了耻辱柱上 粉丝目骂起小心眼情商低 还让沈腾玛丽的关系 推向了极其甘大的位置 大家也注意到沈腾背后的这个女 1979年沈腾出生在黑龙江的 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 沈腾虽然是饭店的老板 却有着艺术青年的心 从小就带着沈腾看卓别林的末句 还将她打扮成小卓别林 这似乎都在暗示着她以后的喜剧人生 小时候的沈腾调皮捣蛋 成绩不佳 唯一值得拿出手的 就是长了一张清秀文艺的脸 眼看考大学无望 沈腾就在学霸姐姐的建议下 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校 也就是在这里 沈腾邂逅了一生的爱人王岐 大四十的沈腾已经完全张开了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军艺校草 她有着天赋一笔的喜剧天赋 一度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老师有时会帮忙让她指导下学地学妹们的表演 就在这时 她遇到了温柔甜美的学妹王岐 在互相切磋演技共同进步的过程中 两人逐渐擦出火花 成为了恋人 毕业后的沈腾接到了 开心麻花递来的本子 想吃麻花献给你 成功签约开心麻花 但之后的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迷 话剧票卖不出去 创作遭遇贫敬 她一度想到了放弃 甚至想过为了不拖累女友选择分手 但女友王岐始终陪在她身边鼓励她 沈腾日后回想起 还是会感谢王岐的陪伴 那次跟她分手了之后 我才理解了张晓友唱的那首《心如刀歌》 闹剧过后 沈腾和玛丽几乎很少合体 在顶峰时期互相躲避 直到在11月份 沈腾在综艺女婿上门了中 下定决心求婚王岐 为这段12年的恋爱长篷 画上完美的句号 也给沈腾的CP粉一个交代 但在不久后的一次采访中 沈腾和玛丽掏心掏肺的一番言论 差点让在玻璃渣中找糖吃的粉丝破防 玛丽不再哈哈大笑 她一脸认真地说对沈腾的依赖 我是习惯在做 在创作的时候依赖她 依靠她 沈腾的发言更是耐人寻味 她无奈坦言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得对女友负责任 否则就会成了罪人 现在就感觉 如果我好不娶王岐 我就是一个罪人 你快12年跟你了 你在这个对人家负责任 2016年3月 沈腾官宣与王岐领正结婚 2017年1月 玛丽公开与许文贺的恋情 彼此找到人生另一半之后再次相见 沈腾第一次在舞台上手足无措显现事态 那什么之后我也是第一次见玛丽 那什么之后啊 直播中的沈腾手里忙着赶面 说话却磕磕绊绊 毫无逻辑 状态十分不佳 两人的互动也不似之前自然 最后给你夹一块肌肉 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因为有人来了 苗董的玛丽立刻低下头倾笑 看不清彼此脸上的表情 对于是否能成为彼此身边携手一声的人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他们的默契和信任已然超越了影情 玛丽在采访时说沈腾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 她从来不会送老婆花 对于朋友更不会 可沈腾却在她最无助的时候突然出现 在她生日时联合开心麻花员工 给她准备惊喜 曾经下落许诺给马东梅的浪漫 现实中的沈腾都替她完成了 曾经拍摄《西红柿首富时》 原定的女主玛丽却在开机前被资本换掉 沈腾始终记着她吃过的亏 终于在今天她带着自己投资的西红柿续集 而女主角是玛丽的那一刻 所有的竞将男主都弱抱 沈腾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成为了资本 为玛丽夺回了属于她的一切 从2015年对于第一部电影的不自信 到如今的榜首票房冠军 他们的新电影《抓娃娃》 备受观众期待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故事 我们在票房上没有更多的号召力 怕观众不进电影院看我们的电影 曾经相互扶持的少年 也终在顶峰再次相见